趨勢圖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蔡英文跟蘇貞昌兩個人 都出現了死亡交叉 我現在跟大家預告 我得到非常有把握的內線消息 折奠憶立法院開議之前 這個內閣該組 這個內閣全總釋 按照我的判斷 會接行政院長順燥會滾蛋 下臺 你們國民黨不要以為你贏的選舉 你搞什麼不是你贏的 是民進黨輸了 是這次下架民進黨獲得絕大勝利 民調告訴我們 55.6% 這不是國民黨搞 好 是民進黨賣民進黨冠冠 蔡英文的滿意度 他下滑了這個33.9個百分點 不滿意度增長2.5百分點 然後蘇貞昌的施政滿意度 就是下滑4.7 然後不滿意度51.5 有10個人裡面有5個人 不滿意蘇貞昌的施政 所以我們看他們兩個的那個 現行的那個趨勢圖 趨勢圖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蔡英文跟蘇貞昌兩個人 都出現什麼都出現到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 你們等一下看到這個死亡交叉 你看這是蔡總統的死亡交叉 在這邊已經很多年沒有出現了 從最高你看執政開始到現在為止 他已經跑到死亡交叉了 所以死亡交叉台灣有49.1的人 不滿意蔡總統 然後他民進黨基本盤還有46.5% 好 現在最可怕的是哪裡了 葛魁 葛魁滿意度現在是39.5% 51.5% 這個圖請大家看清楚看清楚 為什麼我現在跟大家預告 我得到有非常有把握的內線消息 2月1號立法院開議之前 這個內閣改除 這個內閣全總辭 總辭 就是我現在在這邊爆料內幕 就是這個死亡交叉 51.5%的人不滿意蘇貞昌 39.5%的人滿意蘇貞昌 有過半數不滿意格魁 所以這次選舉的重大失利的原因 居然到現在為止沒有人談改組 但是我告訴你 執政黨內部已經開始醞釀這個事情了 按照我的判斷 陳建仁會接行政院長 蘇貞昌會滾蛋下台 好不好 這第一個 這我先跟大家公佈一下 記者願意寫的話 可以去寫這個事情 這個會期結束 蘇貞昌就滾了 那不是他一個人滾 總辭 內閣總辭 好不好 2月1號會有新的內閣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都 所以我們這邊已經有講了 九合一選舉 總統辭職 內閣有無必要改組 57.2的人認為需要改組 57.2 老百姓跟剛剛 51%的人不滿意蘇貞昌 相同數據有一半的人 快加進六成的人不滿意這個內閣 好這個部分我們大家看 然後我們再來看 再來看到就是這個 總統的支持度的問題 2022是總統支持度 下一任總統我們先來看一下 當賴清德侯友宜跟柯文哲三個人比的時候 你發現說原來的賴清德是遙遙領先 從41.5% 現在趴降到34 降了將近有7個百分點 不是 9 8 4 8 6 7個百分點 然後侯友宜一路上揚到33.8 侯友宜在台北市 台北新北市大勝之後 他總統的航行也跟著 跟著水漲船高了 但是柯文哲因為這個擠壓情況之下 有稍微下降了 但是這個組合目前這個現象 我的解讀了 就是說是侯友宜最高的一個情況 因為你看到33.8 加上13.5的話 也就是說 泛南軍的部分 我們像這次台北市的案例也知道 當這個蔣萬安加上的黃珊珊之後 就可以大勝 就可以大勝這個陳時中 所以這個我們要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很重要 就是侯友宜 柯文哲 賴清德 三個人在打成三角都的情況的話 最後會變成很像台北市的這個放大版 就這次台北市的放大版 放大版什麼情況 我就講個概念 就33.8加上13.5的話 就會變成47% 47%就會大贏這個賴清德13% 可是現在的情況 民進黨最衰的時候 也不要看到不要忘記 參與的最高有41% 所以賴清德還有高檔 然後我現在講的意思說 藍軍如果整合成功 有機會會贏得2024大選 我大概簡單講這個概念是這個概念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九合一選舉結果 民進黨國民黨勝選的13個縣市這一題 我們大家給大家看一下 整個施政 這題就是說 我們是大家知道 就是整個 整個看到就是說 選舉結果就是說 綠軍的網軍徹底失敗了 那我們另外有一題講的就是說 九合一選舉 國民黨勝選13個縣市民進黨5個主要原因 我把這題特別拿出來跟大家媒體報導 給大家全部人看到 這題非常重要 現在國民黨認為說 哇我這麼贏喔 很厲害喔 哇 朱立倫頭開始大起來了 然後合一頭大起來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答案給大家看到什麼 合一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指揮領導人力 才占了整個因素的2.1% 然後呢 國民黨縣市長施政表現被肯定 只有9% 主要為什麼這一次 國民黨會大勝 民進黨大敗 理由很簡單 就是蔡總統和民進黨政府施政表現不好 佔55.6% 這句話我要告訴全國的觀眾 跟蔡英文總統 跟朱立倫黨主席 所有的這些政治偉大政治人物 我告訴你們 你們國民黨以為 不要以為你贏了選舉 你搞X不是你贏了 是民進黨輸了 是這一次下架民進黨獲製絕大的勝利 然後民調告訴我們55.6% 這不是國民黨好 是民進黨賣民進黨棒棒 民進黨整個崩盤 蔡英文崩盤 蘇貞昌崩盤 所以我才敢在這邊講 你看到沒有 55.6%就是民進黨表現不好 輸掉整個九合一的選舉 民進黨答案很清楚嘛 所以不是國民黨贏 是民進黨輸 建議大家講清楚這個事情 所以看完這個數據就知道說 國民黨屁股不要翹起來 頭也不要大 你們其實沒有贏 是包括吳子佳 在裡面推 在每天打打打打打打 我們為什麼 我們嚇一下民進黨 為什麼嚇一下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太爛了 所以民進黨如果馬上改革成功的話 我又會回頭過去支持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有沒有機會 從這個浴火鳳凰再生 那是他的本事嘛對不對 但我要請大家去看到這個數據 就是蔡英文和民進黨政府 表現施政不利的原因 是在55.6% 那過半數的人都認為 你這個政府不好 你怎麼會贏得政權 當然要輸掉 沒什麼好講了嘛 所以蔡英文總統下台 從事後民調看起來 也是一樣的問題 那現在問題是說 討厭民進黨是這次主要原因 但是下一次不可能是這種情況 要喜歡國民黨 才會贏得2024政權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目前國民黨的心事 我們看到第一頁 我們的國民黨支持度 國民黨的好感度 大家看完最好笑的是 民進黨是敗的這個樣子耶 民進黨的好感度還有42.3%耶 然後國民黨37.9% 媽的 國民黨大贏 民進黨大敗 結果國民黨的 民進黨的好感度 還贏國民黨 說這個國民黨 是不是很好笑的一個政黨 所以民眾不認為 這一次是國民黨的勝利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 掃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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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